大家好,欢迎收看嘴大无脑,青春有你二,第三次公演落下帷幕 LUN不奉陪悄悄浅橘橘色孤岛,非常狂欢都与表演完毕 并得到了青春制作人们的云投票,每个学员的票数也已经公开 从没有加票的票数排名来看,郭姐认为这是脱水数据,参考度更高 LUN总票数段层领先,非常狂欢整组的票数比较均匀 除了孙瑞都处于上位圈,最惨的是悄悄,七个学员有五个票数都是倒数 再加上人气学员不多,总觉得在淘汰边缘,看着揪心 一,刘雨昕断层第一,实力再次被大众认可,刘雨昕读得183票 大概是公布票数环节最激动人心的荧幕 这个实力超群,人品卓越又低调的女孩,子 终于又再一次闪耀,在舞台这日最能证明实力的环节上被大众认可 回想起来,刘雨昕虽然被公认能出道的,实力也很强 但是不管是镜头,话题还是排名 她似乎总差了别人一点,令人意难平 自怜出飞,也是饱受争议 但是一直以来,她都是不急不躁的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那时 她把两个竞争的一组冰在了一起,成为了大家的老师 不仅扣自己的一组,还要给另外一组学员扣动作 有这么复的孩子吗 在LINE组,刘雨昕难得争议回C,但是舞台镜头被剪得烂 好在有实力被制作人们看到了,包票投给她 要不然会令多少人意难平 更难得的是,在大家认为刘雨昕只适合这种狂,帅,扎的风格的时候 刘雨昕选了书琴一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在LINE高票第一后,又想改一下自己的中信风 弄长发穿裙子让自己更女团 这种不断挑战自我正式自我 正式对自己的实力有着十足的敌气 期待着她展现更多不同的样貌 能狠打一些人的脸 2. 余淑欣票数第三 实力出乎意料,预言83票 高票第二,这个成绩确实不错 不愧是在LINE能和刘雨昕竞争C位的人 对于The Vocal来说,也是很大的认可了 比较出乎意料的是余淑欣,竟然排第三 得票58票,厉害了 在大家一如既往的印象中 余淑欣的反应是对令人印象深刻的 虽然几次排名第一 但实力却是令人诟病 不足以去撑起C位 但这次非日常狂欢 可以看到余淑欣的实力突飞冷静 舞台感染力 舞蹈实力还是不错的 看的人目不转睛 直拍真的太吸睛了 而且Vocal也好甜 对于一个女团来说 这样的实力很可以了 不提她资深的人气加持 单看这次的舞台公演 非日常狂欢余淑欣队妹第一 要知道同组的还有公演实力强 形象架的徐佳琪 红雪儿和谢可银 金字涵 余淑欣票数第一 觉得撑得上牛 以前有人说余淑欣是第二位洋超越 但余淑欣他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由于舞台说话 客人感染力也强 最理上高位出道 三 蔡卓一倒数第一 有点令人意难平 蔡卓一个人形象是真的甜 而且也足够努力 虽然鸡 抽比较弱 但是景德三票也太强了 刘记得在零返 莫涵被调配到敲敲组之前 蔡卓一提议大家要温暖的迎接他们俩 那一刻 在屏幕前的郭姐 真的觉得这个女孩好暖 不过 可能也跟整组的人气实力有关 敲敲组的成绩都不理想 只有林凡一个人超过十票 其余的都是只有几票 本来他们的排名就靠后 这下更危险了 看着揪心 青春有女儿这么看下来 觉得里面的小姐姐真的很有爱 特别是在刘雨昕 上官喜爱等无私的学员的带领下 气氛也很融洽 淘汰太伤感了 而且目前留下来的女孩 拥有自己的特色和擅长的一方面 真的都很酸呀 期待接下来的导师合作舞台 小姐姐们加油吧 国 那几个大平台这几年 一直在借借韩国 防女团男团选秀综艺 拼这个卫行在国内很有市场 这么大的蛋糕 大家都想分 免不了就出现 从卫行综艺打擂台的情况出现 现在 俄家某讯的青春有女儿 就和陶家某七一的创造营2020对上了 观众们挨个换台 看小姐姐的同时 免不了就会比较 这两档综艺到底哪个更好 选手辨识度 看青春有女儿 基本上所有选手 都能给人或深或浅的印象 而创造营2020 你的选手没近一点 没辨识度 能记住脸的寥寥无几 一款选秀后续能不能火 最终还是要看选手本身 能不能让观众记住 而不是刺激的赛制和导师话题 平台实力 平台对节目这样的影响 还挺大的 拍摄 剪辑 赛制 对节目都会有直接的影响 比预警 创造营2020就败了 灯光也太暗了 命命的黑了一个色度 比剪辑 青春有女儿不行 不紧暗 乱 还对Vocal选手不友好 左卓 玉妍 汪瑞 徐星文 王雅乐是宝藏Vocal女孩 玉妍一下再出到位 一下再出到位的边缘 左卓就完全都要被淘汰了 估计下一次顺位发表就要被淘汰了 赛制上 创造营2020 陆世明 为什么要分三组battle 不是应该要选你团吗 为什么不是看团体默契程度 而是先看个人的实力 大写的不懂 导师水准 怎么说呢 水准不一定是说导师自己会不会唱 会不会跳 而是你作为导师 能否代表选手组 负责指导 让他们进步 感觉创造营2020的导师评价很主观 反而青春有你二的导师Lisa Ella 蔡徐坑 JuneJ都很专业 青春有你二 李导师在指导的过程中 Lisa专业指出舞蹈错误加上表情管理 蔡徐坑指出舞台哪儿看起来 视觉不好也会强调表情管理 Ella指出歌唱哪儿不足 最后 JuneJ在很多学员不知道说唱发情况下帮忙了很多 每个导师都很专业的指点选手看得出来真的是在为选手的未来职业下表情管理 舞台管理 歌唱管理 歌唱管理 rap管理 严厉但不会没礼貌 但是创造营2020的导师就差点意思 记得有一段说选手拉麦 没有一个导师解释给学员们听 看到舞台指 好看不好看 在那里笑或者黑眼 却没有说清楚到底是哪里不足 也并不是说黄子涛说的不对 弄不动就哭真的败好感 不过真的没必要大吼着说那些话 不是每个人都在大吼大叫下 接受专业的指导 而且创造营2020经常给我一种 导师在选飞机的破绝 舞脸 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青春有女儿 中有比较多中性的元素 这样可以让团队更加多元化 不仅吸引男孩 还吸引大跳女孩 而创造营2020里面 甜美琴的选手比较多 有点局限于舞团的古板形象了 不过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无论如何 希望两档节目的小姐姐们 都可以被大家看到 一起走花路 最后 小咪咪说一下 其实有点对小姑娘的选秀免利了 现在就等芒果的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出来撕 不是 出来给选秀节目注入新的能量了 火爆了整个春天的爱奇艺 热门网络练选秀青春有女儿 经过上周六的第三轮公演后 即将步入总决赛的殿堂 根据网络上曝光的总决赛20人名单 绝大部分热门选手和实力选手都成功入围 包括人气翻身的刘雨昕 财帽俱佳的金字涵 可言可甜的谢可音等 经过本周的导师合作舞台 和最后一次的公演后 节目将拉下帷幕 出道成团选手将水落石出 哪些选手最终会脱颖而出呢 成团之后的青年女团以后的发展前景如何 会超过前年的火箭少女101吗 纵观第一期到上周六的第十期 七小编认为极大可能会比火箭少女发展的更好 为何这么说呢 首先从近期曝光的火箭少女的发展状况 十一中总共只有四人有广告代言 发展最好的当初仅以杨超越 孟美琪和吴炫义次之 杨超越真的是被同学力捧了 资源其他成员无人能敌 南南市井赛作为代表进行抽签 而且帮中国队抽到一支上签 虽然最后被中国队浪费了 各类总理邀约不断 电影电视剧资源丰富 还拿到不少代言 尽管看上去成绩还算不错 但是相比于青春游米二的 极有可能出道的选手 青米二还是有优势的 首先是延续产连两期排名第一的余舒心 由于小佐金是从演员 临时来客串选秀的 参加节目就自爆练习时间 仅了一个月 是为之心音下而来 本是打架而结果火得一塌糊糊 屏上热搜 加上本身参加节目之前 就有热播电视剧 下一站幸福中的精彩表现 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也有超越其他选手的热度和人气 同时于舒心所属的娱乐公司滑翠营业 是一家上市公司 公司实力不容小觑 于舒心人气飙升之后 公司必然会加大力度去捧他 加之于舒心本身家地丰厚 各方面的资源 都是火箭少女她们无法比拟的 于舒心本身对成团 其实并不是特别在意 出道之后的重心预计还是在演戏 毕竟演戏才是小佐金的秩序和追求所在 据悉目前已经有不少剧的能力 在接洽于舒心发展式偷桌式见性 其次是刘雨昕 刘雨昕上周六的公年 绝对优 是碾压众人 超高票数让众选手惊呼 但是刘雨昕的实力配得上这个结果 作为密封少女队的成员出道过的选手 刘雨昕在青年二的舞台上 展现了不俗的唱跳能力 获得了所有导师的认可 刘雨昕的性格比较内敛 但是乐于助人 其他选手对她的评价都不错 总体实力超越了火箭少女的全体成员 唯一可能作为一个争议的点 是酷帅的中性形象 但是主题曲被大胆认用为C位 已经体现了爱奇艺对她的认可 所以以后的发展 应该会得到爱奇艺的偏爱 接下来是被网友戏称 拿到了皇帝剧本的安琪 在出舞台本来被同公司的上官 喜爱出镜风口 结果通过battle机会 展示了一把自己扎实的舞蹈功底 成功抓获观众眼 球 随后的节目录制过程中 安琪的镜头格外的多 实力获得了导师和选手认可 其认真负责的态度 让观众也是好感不断 有个现有实力的姑娘 分分钟圈粉 团队中妥妥的可以作为实力担当 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 乐华娱乐的大美女 且实力出动的金字涵 此姑娘由于甘母话少 在头两期并未收获太多关注 一开高走的她人气一路飙升 实力逐渐获得导师认可 唱跳实力俱佳 查询了一下小姑娘的女力 原来从小就是人中龙凤了 加上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 让小编师羡慕不已 同时乐华也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 称团后金字涵的发展响必不会差 其他还有诸多选手 不论是本身的实力 还是背后的公司实力 总其情况都比火箭少女要强 比如太阳穿河的孔雪儿 SNH48的许佳琪等等 相比于出道前 基本都是素人的火箭少女 青尼二的成员各方面都占有